这个周日 神清气爽的吴老伯 如期来到百万青开办的 中老年阳光单身交友沙文 之前吴老伯告诉我们 今天他要约一位69岁的王阿姨 一起来这里跳舞 我们也带着好奇 期待兰阿姨的出现 这是交友沙龙的活动现场 八年前 担任静安街道老年协会工作的百万青 为了解决中老年单身人群交友男的问题 由他牵头搭建了这个平台 看吴老伯的架势 好像对新会员介绍并没有 有多大兴趣 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眼光 看来这个地址要翻身了 我做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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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往事人的照片 我照片我有的人 往事嘛有的人 人家都懂得 人家都照顧我社會 你要是想來玩玩 休息天了放鬆一下 這也有男人 最近現在玩 還要回老朋友 十幾次我們也談 因為他昨天有感冒 早上最後打給他了 他好好點 這個老年人 他的年齡有限制吧 多少年以上 基本上是四十中歲以上 中老年人四十中歲以上 到七八十歲是多幾 一般男的幾個多 五個多 三筆 三筆啊 三筆 王阿姨沒有如期出現 我們多少為吳老婆感到有些遺憾 今天沒有適當的人嗎 跟我跳的老太 考慮六十幾歲 我們他跳過好幾次 那時候他做我跳也有 所以我今天做好跳 你的你的年輕好人 借我們年長大部分跳 開辦了八年之久的 這個中老年陽光單身交友沙龍 有八千多會員 吳老婆算是這裡最早的一批老會員 他幾乎是每個周日都要來參加活動 和許多會員一樣 與其說是來尋愛 不如說是來參加單身人群的聚會 有五十十年齡 有五十年齡 這十十年齡 你最喜歡的 你最愛的 是 那是 不 Guy 你最愛你 好 你喝呀 笑白呀 长在烧火旁 他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微乳 他就是我一辈子要等的那个人 你喝呀 笑白呀 长在烧火旁 今年三月 在凤贤区举办的菜花节上 年过六旬的万美龄 和倪盛容特意表演了一曲 反映军人生活的双人舞 小白羊 而且两人的舞蹈 都是自己编排的 不了解他们的人一定会认为 这是一对志趣相投的老夫老妻 其实他们从相识到现在 才刚刚两年的时间 他没敬礼 他为什么不敬礼 他没敬礼呢 说好了 谢谢 因为我刚才看你们两个在那彩排的时候 觉得您的一招一拾很专业 还是文艺兵嘛 北京就去空军 两年前的一天 59岁的万美龄和64岁的倪盛容 都是第一次来到中老年交友连运会 两人一聊 让万美龄觉得 眼前这位曾在部队当过文艺兵的倪盛容 仿佛就是他18岁时想要的爱情 我说我喜欢唱啊跳啊 他对我说不瞒你说我是文工团的 跳舞的舞蹈演员 我当时就拍了手 我说我竟然能找到一个舞蹈演员 我看他年轻的时候 我看他年轻的时候 真的很威武的 真是我一直仰慕的那种形象吧 我爱不射手 他就是我一辈子要等的那个人 万美龄和倪盛容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两人都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说我对你没什么要求 我让你自己能养活你自己就可以了 那么他提出一个要求 他说我希望能住到女方家去 他说能希望我好啊 我说我有房子啊 我也不想住到南方去呢 我最希望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 可是当万美龄把他的想法 告诉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时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像炸开了锅 不行 这个人你不能找 他是看中我们家房子的 他说你把房子转了 他保证不要你 处在矛盾之中的万美龄 一度也想放弃 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忘记这段感情 爱一个人真的不容易的 我这辈子老公去世三年了 我没有爱过一个人 也没被人爱过 也是一种不幸 我现在想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万美龄是个能干会持家的女人 自己买有两套房产 两个女儿都成了家 也不需要母亲的住房 可是他们就是不放心 母亲和这个叫倪胜荣的男人走到一起 倪胜荣尽管在普西也有住房 但有一个儿子还没有成家 万美龄思前想后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段感情 和女儿们闹得不愉快 更不情愿把好不容易找到的爱 轻易就放弃 于是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转吧 就转吧 如果这个人不要我 那么他就是我不应该找的那个人 我把这两套房子转给了女儿 在菜花节的演出现场 我们见到了万美龄的老邻居吴阿姨 她见证了这对有情人 为爱所付出的一切 她为了她的这个老邻居的话 失去了很多 她也没有计较她什么样 你有房子她给你好 现在她把房子给女儿了 她还是给她好 这个很不容易的 对吧 你家的事情我不擦身 她要转掉那我也有办法 我是不是要房子的 我是要女儿